不修钢管 这边破了个洞 没有电焊机 该怎么修补呢 这里原来是一根排水管 但是这边破了个洞 当这边下雨的时候 这边就会排水啊 然后这边有个洞就一直冒水 所以说这个墙壁全都湿了 看到吧 就靠这边开始发黑 这上面都还可以的 外面来看也算了 但是这个家里面 这拐角就在墙壁上 全都是气泡了 发霉了 看到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解决一下 没点焊机也不划算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猪公胶试试看 听说这个还挺好用的 直接挤一点出来 这边盖上 别浪费了 再来搅拌一下 听说这个还是挺牢固的啊 像什么铁 铝 不锈钢等等材质 都可以沾牢 但是感觉这个洞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用这书液给它挡住一下 再来修补一下 就这样简单再涂了一下啊 应该是没问题了 就等它固化了 像这个等一天过后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看网上他们沾铁 不锈钢 铝合金 还有塑料 过一天固化过后很牢固 用锤子砸就砸不下来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了啊 你们看 这边已经很硬了 水也扣不掉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上面 也可以 效果还挺老固的啊 还挺好的 可以 应该没问题 这胶还挺不错的啊 行 你们觉得怎么样